工程車停在快車道 幾名工人盯著33度烈日 在國道上施工 儘管有紐澤西忽然也設置 告示牌合三角錐警示 但國道上時速動輒近擺 車來車往還是很危險 失射了140公尺的交通錐 作為警示 如果遇到像這樣 路間比較窄的情況 我們其實依照 依照我們的作業 我們還是會多封一個車道 讓增加我們施工的安全性 為防疫外國道施工 必須遵照嚴格SOP 前一天就要申請並公告 還得有警示車和交通錐提醒 其實國道工人施工 不但得承受風吹雨淋 還得冒上生命危險 一個月三萬多的薪水 賺的真的是洗漢錢 不過其實肇事的許姓駕駛 疑似也是因為疲勞駕駛 才會釀貨 你就是要回家 現在就是最近狀況不好 還是不可憐啦 可憐太累了 被先生攬在懷中笑得甜蜜 或是一家三口俏皮合照 肇事的四十歲許姓護理師 是台中一家護理之家的負責人 社會護理師的他值大夜下班後 卻在返家途中發生意外 是負責這邊的行政一些 跟公關啦 之類的一些業務這樣子 昨天是來幫忙兼職 兼大夜班 對 護理之家表示許姓女護理師 平常做公關或行政類的工作 但是平常直白見了她 換成大夜班才可能因此疲勞駕駛 卻造成一絲量傷慘劇 令人不勝唏嘘 藉著我們想跟各位的SN區小組 台中報導